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得正好 这位是礼部侍郎 李大人 李大人 好 好 果然是顾盼神妃 意表人才呀 难怪做出那么好的献天授令啊 李大人 日后如果犬子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还得倚仗李大人您呢 客气啦 是妖国吗 为妖国效力的都是牛鬼蛇神 我一个凡人去做什么 李大人 你看这孩子啊 前两天去了趟仙山 从仙山回来之后 就喜欢说一些怪力乱神的这种玩笑话 李大人不要见笑啊 鬼公子真是浑仙有趣啊 一会儿兰庭春宴上更要一鸣惊人喽 抱歉 我今日事情全无便不去了 不做师还可以抚琴嘛 李大人 这位是原骊国皇后的嫡妹 秋华夫人 听闻 秋华夫人和玄珠公主貌若天人哪 今日老夫德性相识 朕乃三生有幸 三生有幸啊 那个玄珠公主怎么没来啊 小女玄珠正在准备春宴织舞呢 所以紫辰哪 你要是不抚琴 让玄珠一个人跳舞 那她可是要出关弄丑了 你也忍心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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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李大人 请 多姜大人 请 来 青春姐姐 我听说那左相今日会在紫竹林设宴 左相大人 这等盛宴若能品到人菜 那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李大人 你的提议甚好 王管事 老爷 吩咐下去 来 李大人 好 李大人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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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余音绕梁啊 哪儿还有梁啊 老夫真是大开眼界了 您过奖了 那我们敬妖神 敬玄珠公主 还有祖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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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人 我这个儿子啊 是越来越散漫了 你看 刚弹完琴就走了 高兴点 自己留不住男人 离不怨天尤人的样子 母亲教训得是 对了 玄珠公主 你可不要生气啊 以后这臭小子 再有这种毛病 你跟我讲 我一定给你做主 大人莫要怪紫辰 其实我跟紫辰已经约好了 他有要事 能为玄珠府琴 已经是忙里抽闲了 你这儿媳啊 懂事 得体得很哪 哪里啊 是紫辰优秀 我这个女儿啊 都被我惯坏了 一身的公主脾气 唯独就是对紫辰 乖巧伶俐 原容大方得很 秋华夫人 还不是你这个做娘的 教女友方啊 天元大帝 国力昌剑 今日 妖兵戍边 一戎一戟 已全部铲出 未经许多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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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是第一个人 灵灯不灭 灵力将会受到 生生世世的苦楚 叛骨老贼 欠了大力的 你就这样赎罪吧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事 起来吧 药都煎好了 梅山 我想通了 来 来 来 他想要去报仇 就让他去 毕竟最后成事不在人 更不在天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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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干嘛去啊 药还没喝呢 救援 你那两粒封住了 调心还起码半个月啊 那你跟我来啊 那不送了 这不早见东西呢 都下去吧 喏 少爷 大家都退下吧 喏 就是治不好 为父也会一页一页的念给你听 这么久的事 忘了 良好 臣 良好 kadın 梅山 竟敢为国效力 佛 哪个国 若能品到人才 你的提议甚好 可皇帝陛下他亲自找上门了 他亲自找上门来求我 我就得答应吗 要死我 可皇帝里 你 老板娘 吃好喝好啊 老板娘 你这什么菜啊 这菜啊是咱们大厨为这花创大会新创的菜 叫独占花魁 有意思 独占花魁 这名字真让人浮想联翩啊 这独占花魁是选出来给太子殿下享用的 你呀就吃你的大萝卜吧 来来来吃 来 两位慢用啊 郭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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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她今天告假了 我来我来 那你快点的 我还得准备外花楼的饭呢 试试 好 麻烦你了啊 没事 慢走啊 叫你多喝点 你这种资源 是你这种资源 是你来到我去家里 和你买的 真的那种资源 在这家里 我也在干什么 那你跟这个家里 我都会不上去 说那你这些日子 今天大家不要得很 这些人 你这些人 你这些人 都不影响了 这个家里 之边 是常人 紫辰他今日复心 等他发小之后 再过来还呗 殿家 来了 这个料子我也要 好嘞 连紫辰都知道沈氏多氏 去当太子的詹氏 说明他比以前名世里了 倒是 一点仗金都没有 您二位还买不买啊 买 买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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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给我包起来 那账还记在佐家 那当然了 那好 那好 喂 老板 能不能再便宜点 我可是要当太子妃的人 姑娘 您可别难为我了 我这小店啊 今天来了十来位太子妃了 实在不能便宜了 这花创选妃声势一起 高都街头的每一只母耗子 都想当太子妃了 是啊 二皇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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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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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今日 二皇子入京 您就行礼吧 想不到 这天元国皇子的牌场可真大 玄珠 你要是呢 要是能 母亲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她 来 快点 快点 买你一点啊 这可是花创大会的主会场 要是耽误了宫期 我告诉你们 太子殿下 会把你们一个个 送去祭妖审 听到了没有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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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小伙 对 串儿姐 您怎么才来呀 我路上耽搁了 快去吧 串儿姐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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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川大叔 川大叔 你可来了 今天店里实在是太忙了 我们还是呢 行 让他们都吃饭吧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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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了 过来了 吃饭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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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快点 快点 慢点啊 吃完了 干活 别急 豆腐 豆腐 来 来 来 干嘛呢 小川 我随便逛逛啊 别乱跑啊 还没盖好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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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这边比你漂亮 可惜啊 殿下 饶命啊 来人 不要啊 殿下 想办法弄点漂亮的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饶命啊 殿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臣 东宫詹氏 左子晨 拜见太子殿下 元礼 听说你今日一当值 就把积攒了几个月的表间 文事全都赚你完了 承蒙殿下轻眼 微臣自然不敢懈怠 不愧天下第一才子 本王以为你心蒙大丧 本不会应召作我的蜀官呢 报国为政是先父的一致 臣 自当万死不辞 左卿 还有一件事 本王倒是一直想问你 殿下请讲 听闻你在香取山修席过 让那山主老儿 医好了眼睛吗 正是 那你见过山主的大弟子 傅九云吗 殿下想问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听人说起她 我这不想问问你 她长的是什么模样 是个怎样的仙人 傅九云看似有手好险 承日挑逗女弟子 但其实她的功力 在所有人之上 山中的大小事物 都要倚仗于她 依我看来 她倒是一个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左卿对她评价颇高啊 我还以为那庸俗的仙人 都入不了你的眼呢 不过 不过她也有 令人讨厌的地方 她总是对身边的人 阴晴不定 说话间叙叙叙叙叙叙 叫人不敢深交 这么说 你也曾与她交好过 这些话 我都是听其他弟子说的 此人常年折服在山后的府邸 与我真正的 也只有一面之缘 这样 那你当时怎么逃下来的呢 有一位朋友 在白河龙王屠山之前 因我从后山逃出 此人名叫玄珠 是王黎诸侯之女 先父委托她 带我上山治疗眼睛 这个玄珠我倒是知道一二 她的母亲邱华 可是出了名的红人 各种明云富贵的聚会上 她都会不请自来 听说她 邱华夫人 与先父是顾交 你们骊国人互相之间 都是顾交 今天不早了 你今日当之也累了 回去歇息吧 诺 左兄 老师 明日我要去冬月一游 你也一起来吧 诺 把那个 那个什么猪和他母亲 也一起叫过来 有什么问题吗 臣 这就去办 你们下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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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